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 我是Sandy 今天久远了又是我一個人 淘寶大開箱第十五季 耶 今天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呢 因為就... 體體跟羊不在 不過沒有關係 我還是一個很開心 各位台灣的夏天已經到了 印象中買了非常多 就是換季的衣服 夏天 辣 性感 沒有啦 就是夏天就是比較涼爽的衣服 都是我一個人的量 那立刻來開箱 太多了吧 衣服批發霜喔 首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小可愛 大家知道女生夏天就是要買小可愛 穿這種小可愛呢 然後也可以外面戴一個 襯衫或戴一件寬鬆的外套 它的這個材質 感覺應該蠻清涼的 大家知道我很喜歡綠色嗎 我買了 酪梨綠色的這個衣服 材質方面也不錯 而且它不會透 它不會透 我前面有打一個很強的光喔 它其實沒有什麼透 所以挺好的 我襯衫就是三穿嘛 當外罩 然後或是整個扣子扣好 當個好好襯衫 或是紙紮一半 哇這個 它是比較偏薄的 這個當外罩點好看 如果單穿的話 裡面要穿一件小可愛 不然只穿內衣的話太危險了 欸畫面看起來怎麼是灰的啊 可是它其實是偏破合綠的感覺 各位 我覺得今年啊 韓國 非常非常流行 在衣服裡面 要搭一個 內襯 網紗內襯 而且今年可能是因為GD的關係 所以非常流行小菊花 這種網紗內襯 你就穿在裡面 然後外面隨便你要穿什麼 你要穿襯衫 穿T恤 穿寬鬆的衣服 都很好看 吊嘎系列 夏天罵 不囉嗦 就是吊嘎買到爆 而且要買短板的吊嘎 因為就要搭配高腰 闊腿褲 高腰寬褲 太好看 身材比例太好 太有氣場 時尚 這個跟剛剛那個功夫秀的有一點點像 但是還是設計上有點不一樣 反正便宜嘛 我就多買嘛 這是綠色的 黃色的 黑色黃色綠色我全買了 然後它這種是有彈性的 應該這個叫羅紋吧 羅紋布 而且一樣不會透 所以我在夏天穿超級舒服 重點 一定要 短板的 短板的 好看 A字帶點魚尾裙 我是久坐電腦坐起來的關係 所以我的下盤 我的臀部是比較大的 屁股比較大的人 就很適合穿A字裙 因為A字裙呢 它就會把你屁股大稍微遮好 然後又可以把你的 腿啊 很好的展現出來 所以我非常喜歡穿A字裙 然後它這個 有魚尾的設計 我覺得蠻好看的 再加上它有這個碎花 直男人想說碎花是阿媽愛穿的 嗯嗯 碎花挑的好 小仙女起來 好 一般的T恤 如果女生們不知道夏天要怎麼穿搭的話 最簡單 最懶人 最學生 最青春 最好看 最萬無一失直 直男演懂的穿搭法 就是一件T恤 素T或是有圖案T都可以 然後 一件高腰短褲或是裙子 把衣服紮進去 然後配一個長襪球鞋結束 接下來這個 同樣是A字裙 這個就是純A字裙的 我剛剛是有魚尾的 真的沒有 那這個A字裙有點 就不用再講第二次了 真的是非常推薦大家買A字裙 好好看 喔 這個是襯衫 注意 是短的 前面可以打個蝴蝶結 非常適合夏天 你戴一個高腰的牛仔短褲 非常非常好看 青春有活力 欸 它也不透喔 很好喔 這個感覺非常好看 而且它的那個材質摸起來很舒服 一個素T中間點綴一個小句話很不錯 而且大家有看到新基點嗎 就是呢 它在領口的地方 跟袖口的地方 都有網紗 多了網紗就會多了一點女人味嘛 多了一點造型感 好看很不錯 我們該介紹一下 搭配短板的衣服 必備的 闊腿褲寬褲 然後這台材質會 我覺得會更多加了一點帥氣感 扣眼還沒用啊 因為TOPO買的褲子扣眼 基本上都要自己開 所以我還沒開 我就迫迫及待穿給你們看了 我剛剛穿起來是長這個樣子 這件牛仔寬褲很適合我欸 可以 可以 是不是還不錯看 好除了牛仔寬褲之外呢 當然要夏天買 也要這種 比較舒適 慵懶 休閒的 材質 非常的舒服 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還不會透 所以是可以穿在路上的 喔這個我等超久 容我把它打開一下 大家以為它是襯衫 它其實是 外照 它是一個 透明外照 你看是不是有種仙女的感覺 透膚白色就會有種仙女的感覺 然後它做得有點襯衫的樣子 這更有設計感 你們可能看到我IG每天就穿這件衣服了 居家家來了 但是因為居家家很大香 20 圖宫 小優 喔哇哇哇喔 呃我想看一下什麼 其實好沒關係直接 首先第一個 我買了一個洗蹄 它現在有點變形 可是等一下它就自動凹回來了 要洗的衣服放進去這樣子 我要多買了一些收納的東西 可能想要掛在一些可以掛的地方 就掛著 它雖然是塑膠盒 看起來不會很廉價 這個是擦手巾 吸水吸很快的那種擦手巾 這種都超便宜的 幾塊錢而已 這個是什麼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這個是收... 欸 這個一樣收納盒 你知道這個收納盒的特點是 它這邊是有割開的 你可以直接看到裡面是什麼 然後它也可以當一個抽屜這樣把它拉出來 所以這個收納盒我覺得CP值還蠻高還蠻不錯的 而且它蠻深的 上面有各種不同的尺寸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它就是可以掉各種耳環跟飾品 它這邊都是可以掉的 然後有洞啊 都可以直接把耳環這樣子掛著插進去 這個很好耶 重點是 它雖然是塑膠的 但是很好看 它可以站著 或是你可以把它掉在牆上 看你怎麼用 喔 這個很厲害喔 大家想說廚房用紙巾很無聊嗎 它不是 它不只是 它是自帶 清潔液 自帶洗碗精的 廚房紙巾 你要擦地或是洗碗盤幹嘛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加水 然後搓一搓 它真的就有泡泡出來了 我不會拿它來擦餐具 我會拿來擦地 因為有時候可能在地板上廁所啊 比較髒的時候 除了用水之外 有清潔液的話會更乾淨 這是會拿來擦地的 它就是那個 不鏽鋼衣架收納架 有在洗衣服跟曬衣服 夾子啊不知道放哪裡 有些人可能就會擦在地上 你要掛衣服還要彎腰下去 解就很麻煩 那這個衣架收納架 就可以就是把它黏在洗衣機旁邊 或是旁邊的牆壁 就很方便拿 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買它的 喔我買了大量的衣架 因為我的衣服很不夠了 而且我買這個衣架呢 它旁邊這邊 這樣子 這樣子一個一個是防滑的 防滑的 衣服就比較不容易滑下來 我買了超多 我這輩子都不缺衣架了 買了超多 大家如果家有廚房 有些廚櫃在上面的話 我就可以這樣子把它卡進去 然後這邊就可以掛東西 掉杯子啊 掉一些小物品啊 掉一些什麼的 不鏽鋼的 黑鐵 所以這個感覺還蠻好看的 終於沒了 原來我這一次 都是買衣服跟居家家 然後兩個就買超多 這兩三個月的威力 是不是特別不一樣 好啦 這個就是這次的淘寶 大概箱第15集 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或是發現我買什麼東西 很好奇的話呢 也可以在留言下面跟我討論 然後這個影片上的 影片上的商品的連結 我都會放在簡介裡面 但是如果有重複的話 就是衣服我包色重複的話 我就只會放一個 好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不要忘了 還有小鈴鐺 掰掰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 的話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不要忘了 還有小鈴鐺 掰掰